历经将近两个小时的讨论 朝野党团终于达成共识 将延绘到1月19号 立法院将继续加班 审查普发现金特别条例 及总预算案 立法院言会蓝绿持续各说各话 不过原本民进党坚持 普发6000现金的特别条例 年后才处理 现在却同意让步进行言会 也打乱苏贞昌内阁原本的总词盘算 因为多了一个礼拜 也等于是个民进党政府 或者是蔡英文 去瞧这个新内阁的人选 去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缓冲的期间 也可能会考量内部派系 去做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 学者分析民进党借力实力 让内阁改组有更多时间 但是国民党想要的过年前 普发6000元现金 有机会达成吗 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 他也能够把这个发现金 当作是自己本身的一个政绩 即便民进党政府 年前没有发现金的话 国民党只要寄出 发现金这个特别条例 也是稳赚不赔 蓝绿各区所需 立法院言会水到渠成 欢迎新闻宋军李景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